首先是我 我要先介紹我腳上這一雙 是因為 好可愛 這一雙我真心覺得 我買得很划算 其實它價錢不算便宜 滿貴的 要睡外多寬 但是我穿了兩 應該這一兩年 它是貴上長期經典款 長期缺貨 然後怎麼穿都穿不壞 再來就是因為 它可以硬生生 現在請我娓娓道來 因為我買了再大一號 所以我這裡面還有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看高跟鞋的感覺 對 然後像我其實平常 跟凱希差不多高 不過我穿這雙鞋 如果我應該是可以這樣 揚個看 來 接合一點腳 沒有 妳這樣還是比我低 有 真的也 我會揚 有 一模一樣去墊 半顆頭 鞋子 拿來 我平常跟它一模一樣高 但是我就是很喜歡穿這一雙 因為這雙就是心肌 而且看不出來 它裡面墊那麼高 看不出來 妳別人矮的感覺 真的不好 真的 會回去了 所以這一雙 是我覺得後裏靴來講 投資算對 然後很好穿 又防禦 還可以裝零錢 對 因為從這個過年打麻將的時候 用3萬塊一卷塞得進去 所以這是我目前第一雙 然後再來 這一雙後裏靴 這新梅姐也有 沒錯 我就是看新梅姐有 跟隨叫組組沒錯 然後新梅姐一穿完之後 完全買不到 我去鋪空了四次來五次 其實我一開始最想要的是白色 但白色真的買不到 還有黃色 對 沒有 新梅姐穿過了 幾乎都買不到 所以我就買 退而求其次買了一個粉紅色 不過也是很好搭 再來就是因為 它真的很輕 好輕 真的 感覺很重 很好 不會 妳拿拿看 感覺很重 她是一直浮在水面上 我穿過幾次 很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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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頭髮 真的好輕 而且她應該還滿防滑的吧 很防滑 防水 再來是你搭什麼 搭什麼 你搭襪子 然後穿洋裝 你拿牛仔褲 都好好的 所以這一雙我也是 一PO上去社群網站之後 大家都狂問 再來 這雙更不用講 妳這雙太厲害了 妳竟然有 真的 因為我們沒有本錢去做功課 所以就只能請代購幫忙找 這一雙我等了半年 這半年還是找不到 因為這是在國外的KOL 真的歐美 全部缺貨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樂福鞋 但它超級珍貨 好看 對 然後它前面又是這個 凱莉的釦子 超可愛的 這一雙我等了半年 然後還是硬生生 比轉軌的價錢 貴了六 七千塊 OK 很值得 對 都穿進去買到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一雙真心不錯 好走嗎 還滿好走的 它底算也有一點點重 但是很穩 再來呢 這雙也好可愛 這好可愛 對啊 這一雙應該是現在走上 看不上很多年輕人 韓國 超多人人手一雙 因為這一雙第一是因為 以前它是飯店廚師的廚師鞋 對 所以它 下雨天的時候 你怎麼走都不容易滑倒 再來就是因為它現在改良過 它的厚底是做放射狀的 其實它這個在國外叫做 金魚鞋 它側面看起來很像 藍金 對 它就放射到後面 有點像 對 所以這一雙就是 尤其是白色 白色跟黑色都很缺貨 再來前面的小扣扣 這一個我必須說 這個不是他們官方出的 這是我朋友DIY 自己黏上去送我的 真的 我剛剛想說 真的特別 但現在好多人都在自己DIY 對 他們都在自己家裡 在家裡DIY扣子之後 它就是一樣是這種 然後推進去 扣起來 這種扣子 只要其實符合它的洞 你就可以鑽進去就好了 然後把它塞進去就好了 對 塞進去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任意搭配 搭配自己的顏色 好可愛 平常你隨便換就可以一雙鞋 像它下面長 我上次聽你說 它在上面的那個娃娃那個扣子 買一買都還比這雙鞋還貴 對 我今天忘記帶來了 因為其實鞋子大概兩千多塊 不到三千 像這個就是官方出的扣子 每一個扣子 大概都是一百多塊 所以我光扣子就買破萬 真的嗎 我買一百多個 因為它的扣子會一直吐 然後妳就這樣抽產 除了這種朋友DIY 它還有這種小熊亂潮的 那個家裡都超可愛 好多都可以換 你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情變 然後它真的心事穿起來 我覺得露營很好穿 然後出去喝酒的話 也不怕跌倒的鞋 很容易 以上就是我這次講的 四雙後底鞋